大家好 今晚我們直播這個小政府的節目 第一次 除了我107動力的趙紮行 韓文傑之外 有一位我們的好朋友嘉賓 高明輝 大家好 財經評論員 專門拆解金融機構的報告書的內幕 都不是什麼內幕 我根據報告的表面去分析 將內幕拆解為沒有內幕 他的內幕我真的不太知道 他的報告怎麼寫就怎麼拆 既然今天我們有直播 也有請到公務員回來 當然要講一下熱門的話題 雖然我們的節目叫小政府 叫政府沒有管那麼多 不過有一個機構在香港 這個星期每天都新聞頭條 就是一個港交所 最近這幾天就除了股市波動之外 就是港交所的網站 早一兩天就被黑客入侵 但是港交所同日的下午 就將部分的股份停入牌 不准買賣 藍醜 匯豐 港交所 國泰 國泰 中國電力那幾隻 大山銀行 其有其在呢 同一天其實這個創違數碼都有出這個通告 就是講到那些營業數字那些 竟然那一隻沒有停牌 就只是那七隻 其實就 還有就是技術上有些問題 不知為何一三零還有幾個交易是可以交易到的 成了一三零 就是下午開始第一分鐘 就做到 做到 接著停牌 但是好像說12點都知道有事了 是的 不是11點多 應該是我們本報蘋果日報是先發現的 接著我們就打了給這個港交所的責責人 接著他才愚夢初成 是的 那用來假想電 就是電腦屏幕前的朋友就不是專業炒股 那究竟大家很疑惑的 是吧 就是覺得港交所一個機構 他的網站有甚麼那麼厲害 就是被人入侵 為何要搞到股市那麼大混亂呢 那個網站其實是發揮做些甚麼的呢 所有上市公司的通告 一些業績或者一些其他的 就是相關的一些資訊 都是會在那裏最先發放的 那當然他們本身的網站都有 但是一般投資者 傳媒 炒家 全部都是在那裏看一些信息的 那就是那一個位已經是最公平 一起發放資訊的平台 如果突然間有些時間 有些人上到網 有些人上不到網 就是那個網站做到這樣的結果 那就是不公平 有些人知道他的業績好買了先 有些人不知道他的業績好買不到 或者相反亦然 那就是那個網站本身就是一個 不只是我們理解 好像看報紙網站那樣 那麼簡單的單一的東西來的 就是有些法例規定的 應該就是所有上市公司的任何通告 通告是說甚麼呢 通告例如他一些業績 又例如他要發刑警刑起 如果他預計他的業績好之前 他要出一張通告 又或者是一些拼購的消息 拼購的消息是影響股價的 或者他的股份有任何重整 或者一些股權變動都會在那裏找到 其實基本上所有資料都在那裏發佈 反正以甚麼形式出的 即港交所就自己作為一個交易的機構 就希望製造透明度 甚至乎剛才說的創為數碼 那些很喜歡每個月都會出 志願地公佈一些銷售數據 等一來等市場留意你的股 二來透明度高一點 對投資者都好一點 最近中移動都有 每月的營業數據 那都是經過這個港交所的網站 他叫做披露2 披露難 現在真是 沒有那麼容易 今早上去都還有點疾 有時下載不到 即是早兩天發生的事 就是披露2的網站 所有投資的參與者 都是在那裏拿資訊的 公平名等的 但就被人被關掉 那今天我們無法猜測 他人為何要選擇這個時機 為何要選擇電視的星期 是否有甚麼動機 或者為何要選擇那個中午 但是港交所的處理 是否都好像怨聲在道 都幾多人覺得停牌是有問題的 但是又這樣說 他的網站客觀地 又真是令到有些人看到 先有些人看不到 如果他真的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停牌是一個補救方法 不過你千萬不要1點30分你買到 之後就停牌了 因為那幾個可能是 不知道甚麼人 不知道甚麼人 或者剛好沒有看 可能反映了他的停牌的決定 真的很闖絕 但是沒有理由會這樣闖絕 因為你12點多你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你要停牌下午一開試就停 你不用開了一分鐘才停 有些人有批評 有些人有批評 其實你不用停 其實有第二手準備 你壞了貨蓄也有下樓梯走 應該上市公司自己都有規定 自己在自己網站披露一些敏感的消息 應該沒有規定的上市公司網站 但通常都會自己放上去 不過就鑑於這個港交所實在太廢的關係 以昨天來說 即是特殊情況之下停牌是唯一的選擇 因為他沒有預計過網站原來這麼廢 就是一撤就撤了 然後就真的會造成有些投資者看不到那張通告 譬如匯豐那樣 賣了美國卡業務其實都是好東西來的 這些時間賣到 那就沒辦法 如果他原先 李小家不是太過想著搞那些競價時段 那些無聊的東西的話 他集中一些搞好原先的東西 或者想多一些叫Crisis Management 那些你最熟的 如果他想多一些這些其實是完全不用停牌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今次港交所事件反映了港交所實在不務正業 是的 好像那個交易時段都很大爭議 就是早幾個月開始就延長了 交易時段 就是前後多了一個小時左右 接下來就有第二階段 但是第二階段那些經紀走出來抗議 說午餐廳沒有吃 做財經評論的同意 現在就好了 應該這樣說 現在像孫柏文所說的 他有一天打電話跟我說 就是這個 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 港交所要取消食飯時間 因為如果食飯時間黑了 大家都不會因為出不了通告 所以要停牌 現在沒有出通告 如果你取消了食飯時間 收屎才出 收屎才出 第二天消化了 第二天才來 就是不想你中午的時候出通告 但是顯示一些很基本的反而是做得不好 是的 他的網站 我也是看其他電台 電視台那些 互聯網的保安工作人員就說 那個其實也沒有保安 保安的程度很低 所以他們可能不重視 即是他不重視 即是他又將這個網站的 重要性就沒有放在整個機構很高 其實這個網站除了披露2之外 我們今早有同事去看 有其他部分都是 即是港交所本身都有網站 其他部分都不能去得那麼暢順 都是發佈一些資料 都一樣被人偷偷 即是整個網站的保安是做得比較差 是的 其實有些懷疑 今次偷偷港交所的偷偷 其實不是那麼熟股票 也都未必那麼知中文 即是我懷疑 因為為什麼這麼說 如果你真的想搞到港交所納納納亂 你改一些假通告上去 那是更嚴重的 然後港交所的那些人 我寫包單他們不知道 照出了 照出了 然後就說出通告 就由得他 這樣更嚴重 改一些資料 出一張假通告 大罪很多 如果偽造文書 今次你覺得很細罪 什麼都可以拉得到 藍絲拉夫還是哪裏 不過應該難就難捉 就有了 就有了 他所謂的黑就是導致你上不了 是的 他所謂的破壞 是的 不過就已經造成了一個 失車 應該照計就不是很黑的那隻黑 他導致你的流量電影大增 是的 是的 我估計是那類的 但其實這些是低級的技術 最基本的 即是你開一間 即是蘋果日報一天 你過百萬的點擊 是的 你都處理得到 大佬你好像開一間布鐵 去裝到門 裝到閘 即是只是蘋果日報的私人機構 你都要做到 否則我不喜歡你的蘋果日報 我就吃你這段東西 原來沒有染雞籠 即是你現在是被人偷了那些東西 然後說這個賊好不公道 但是你沒有裝門 但是每次交易 我們都有給錢港交所 是的 這個 這個 IPO 是的 IPO 給了很多的資源去做 但就做了一些政策出來 可能就不喜歡 不過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講 為何香港一個 我們下次可以詳細探討 這個港交所 為何要一所獨大的問題 很難去理解這件事 如果你抽離一點 看回全世界的經濟 即是最大件事 現在全世界是 標普將美國的國債 3條A降到AA加 這件事為何這麼大件事 就是因為 如果美國國債都下跌 其他的 即是沒可能會比美國 沒什麼能比他強的 那那些降是怎樣 第二就是 那你如果有一些 寫明章程 是要持有3條A的一些基金 那是不是要沽呢 那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美國頂頂順呢 是的 資產價格會大混亂 全世界現在就是在想一些 比較高層次的事情的時候 港交所竟然是因為一些保安網站的問題 最會可能發現12歲的小孩 是沒有製造出來的 哇 這樣就沒面子了 原來國際金融中心是這麼廢的 這個李小嘉經常都說要與國際接軌 原來這麼簡單的技術都接不到軌 不如以後不要叫國際金融中心 叫地區金融中心 可能李小嘉會坐得容易一些 不過他的薪金也要跟隨地區金融中心的費用 但我們有時香港的官僚很有趣的 就是經常要做事 做一些政策出來 在自己的任內 威脅 就是做到一些變革 一定的改變 反而就沒有隔手了以往 經常我們不是說 醫療以前的公務員怎麼優秀一點 而在執行上的謹慎 做開要做的事 是做得比以前一定做得更好 先不要想新事 現有在做的事我們要保持 但現在往往經常都要改變 要新事 加些事 令到很多亂子出來 我看回一篇展報 就是上手的港交所行政總裁周文耀 他下台時有很多證券行業的人 擁戴他 說很捨不得他 就是跟現在李小家剛剛相反 有一句我都挺深印象的 就是說周文耀任內 那個交易系統是未試過出錯的 當然雖然今次 李小家任內不算交易系統出錯 但是披露二更加簡單的保安問題 都竟然那麼快出錯 究竟是不是 他的雀眼怎麼錯了 基本的東西未搞好 你又搞 那個蓋牌交易一定要講 有沒有聽過 李小家說蓋牌交易 要做一個叫做 以前也有的 很長時間也有 要不讓人 即現在你看到什麼大摩牌 高盛牌 遲些不讓你看牌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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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退 即是早一段時段是專門給這樣的 不是 他說全個交易全都蓋牌 全個交易全都容許蓋牌 是的 倒退的東西他就不斷想 即是對散戶而言是倒退 倒退 擺明 即是幫大戶的東西不斷想 幫以前老闆的東西不斷想 即是益了他 總之不一定他收過深淺利益 但總之益了他 那些東西不斷想 那些基本的東西又不做 之前有一個出錯鍋論 都是李小家說沒事 高盛的嘛 那個都離譜的 說真的 那些正經的東西又不搞 那些不正經的東西又去搞 即是容許他計錯一個日圓 那個沒有標準方程式的 他隨十寫了乘十 照計應該正常交易的 沒有標準的 任由他停牌 隨便賠錢了事 這樣也挺離譜 好像局大小那些魚蝦蟹 你買 撈錯了 他印錯了一檔 買完了 就是了 接著你應該要賠 即是開中了的話 他說不賠 現在我們先用個銷機蓋著鋪牌 你賠不賠不賠就罷了 這樣也能夠 原來現在大陸人做事真的不同一點 所以好像李小家也不是很受歡迎 即是李小家是一個大陸人 去了美國 即是我覺得他在美國的高等教育受過 然後又在大行做過 有些美國味 想不到紋落都是一陣井江山的氣味 那待會回來我們繼續說 要講交所 歡迎大家回來小政府 又是我何文傑和財經評論員高明輝 新家的態度 今天是新家的 是 今天才知道原來自己是財經評論員 可以再升級 做為演員 演員 厲害 財經影帝可以嗎 都可以 剛才我們講過港交所這幾天的烏龍事件 那這一節又講些甚麼 是的 當然繼續要講他 剛才高明輝又講過港交所 李小家就好像很小家一樣 鄭江山 政策 即是本業不做 但很多人有個疑問 港交所做了一差 為甚麼我們要幫助他 如果我是上市公司 我是李嘉誠的話 是否要迫著幫助港交所 只是以香港的租界來說 當然是 如果你以全世界來說當然不是 即是可以去另一道上市 可以去另一道上市 絕對可以 但迫著在香港做的時候 就只有一個交易所 是的 這個就是引發一個 之前在立法會討論 這個競爭法條例草案的時候 我有去 C3學會有人去 David Webb也有去 我有入過紙 不過我沒有去 你真是不對 在其中一次討論當中 就很特別拿出來說 David Webb就是港交所 認為在競爭條例的 現在的草案裏面 就是公營機構和政府政策 豁免於這個所謂的競爭條例規範 港交所都算公營機構嗎 上市公司來的 港鐵也是公營機構 港鐵也是上市公司 那些都算公營機構 都是公營機構 為何會算公營機構 所以很闊 它闊到是政府政策 政府好像幾個百分比 港交所不多 雖然它有委任董事會成員的權力 但其實這個競爭法條例 是豁免公營機構 凸顯了競爭法本身的荒謬 此話怎麽說呢 競爭法本身就是要有一個 不要讓公司一事獨大 不要做這麽大 不要欺負小的 要有競爭 要公平的競爭 才能夠大大小小生存 不會讓大小小的 那些支持競爭法的人 就像公民黨那些 就經常都是講這些思維 但不知為何 他們同意出來的草案 就是將所有的公營機構 都踢走 為何可以這樣 雙重標準 我就不知他們怎麽解答 到這個話題 但政府的講話 蘇錦良那些就是 我們有公共行政的考慮 競爭法就是將政府的權力 再次擴大 但這樣很難說 什麽叫政策 地產商都是政府政策之一 難道公民黨曲線保護地產商 地產商賣地是牽涉著 香港的土地政策 萬一上市之後 有些律師走去幫大地產商打官司 然後就將大地產商 涵蓋入競爭法豁免 的名單裏面 那怎麽算呢 是否公民黨成功爭取 這個保障地產商壟斷的權力 這是一個問號 這個可能就是 他看得到可能會留有多久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疑問 這個我們解答不到 你答不是就可以了 答不是就完了 不過今次 港交所就突然我們常常說的話題 譬如紐約在倫敦 都有幾個交易所 特別是一些創業版 一些小的公司 我就選擇不去港交所 這麽大的稅 這麽多要求 或者是入場門檻 諸如此類 投資者有分高低中風險的人 有些人我喜歡去買一些有創業前景的股 就有好幾個交易所 但當然我們平時在財經新聞看到的 永遠就是最大的一個 但香港的交易所 雖然上了市 港交所 但仍然在政府的庇任下 就是唯一的一間交易所 譬如我和你想開一間交易所 又有些老闆說 好呀 高明快和明健我信你 放你一隻 放我一隻 一間公司上你一間交易所 我們一起就不行了 犯法力了 即我不可以和你開一間交易所 這個始華道理是何來呢 那我就扮一下他們的人來說 那我們港交所就提供了一個創業版 給大家做 那我們港交所做完 就可以提供到這個服務 是的 他就是把所有的官僚 就是有一個特性 就是一成立之後 就不斷擴大自己的職能 就像機管局一樣 兩條不夠就起三條 三條不夠就經定第四條 總之就是他做了 就不會容許你去另一個機場一樣 那一樣是港交所 香港市場小 這麼小的地方有這麼多間交易所 容納不到 所以一間就剛剛好 規模效應夠 我可以找一萬個經濟學家 去幫我支援這件事 他找到了 應該找到了 我可以收買之類的 總之用錢去解決某些問題 讚寫一些顧問報告 去證明這件事 黃光雅就經常說香港要搞好經濟 搞好民生 政治次要 就算你真的這麼想 你也想想這些 真是很根背經濟問題 是的 即國際金融都會 其實就 不是靠你 即是 即是 一所獨大就可以繼續做 但他們又會說 那你這麼多間交易所 你是不是要回到四會年代 四會年代有假股票 亂到爆 很亂 那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就出現一些 一所獨大之下 如果是犯錯 今次就說是一個低級15 都可以說是涉及4億多以上的交易 未計的那些衍生工具 如果是有其他犯錯的時候 我是上市公司 如果我要選擇去別處上市 我可能就離開香港 唯一的選擇 我就不可能在香港有另一個平台 可以讓我選擇 那 他們怎麼做得好呢 畢竟今次的交易平台都沒事 是披露2變成披露難 那就是 這個 因少見到大 我們就知道 一個這麼簡單的網站 都可以做到一窩足 那公民黨對於這個廣交所 是有什麼立場的呢 我想他們沒有正面回應過這些公營機構的 他們是支持豁免的 不是強烈反對 總之就要有競爭法 小心點被人告 總之他們就說我要出來打一些大惡 那就是為之競爭法 但他們就不知道原來其實全世界都有競爭法 但全世界都有些大惡 即是你怎樣搞 你都一樣有Walmart 一樣有Microsoft 一樣有Apple電手機 其實競爭法在新加坡也有 但新加坡最大的公司叫淡馬錫 就是新加坡政府自己 現在香港就翻抄了 就是豁免了自己政府的東西 不止說對的 貿法局也是另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即是貿法局成立 原本是搞貿易的 現在最出名的是搞什麼 搞什麼 書字 賣書和Lammo 賣肉 賣Lammo寫真是成為了 貿法局每年建部率最高的一個壽司行 就不是推廣香港貿易 最可怕的就是像貿法局這類例子 就是它會翻抄了私人公司成功的展覽活動 它自己又做了會展的場主 又不租場給一些展覽公司 即是原本它應該推廣香港展覽業 就搞回頭去自己霸佔了 是自己做了香港展覽業 私人公司反而又不肯租場給你 給一些豬頭骨牆試時間你 又或者叫你去機場 那些沒有人肯去那些 做開荒牛 是呀那些亞太什麼博覽館那裡開 即是很荒謬的情況 很明顯就是壟斷了 即是某法局這類 壟斷了整個展覽業 但是竟然競爭法就說 我們不管這些東西 我這些這麼高層次的事情 我就真的不想想這麼多 只不過對我來說 什麼是大惡呢 有些大律師對我來說 已經是大惡的了 你看我剛才說這麼多 我也就住就住 還要懇求別人的大律師 不要告我 就知道這個律師費有多貴 是不是 即是如果一旦 他們聽了今晚的節目 走來告我 我第二天就破產了 超慘的 就是上官司無論贏輸你都會破產 香港這個律師的壟斷很明顯 透明度又低 更低於披露蘭 如果你想知道律師大狀的收費 你請大狀你要請兩個律師 先請一個律師 先請一個律師 在酒吧上網搜尋杯底 聊聊聊 好像曾經有一個律師 把這個 架目公開一點點 好像被那些團體搞到很麻煩 牌都差點被人脫下 是 我起碼不敢說 這些都真的不敢說 這些就應該是競爭法 應該要處理 如果你確訊有一條法例 就可以彰顯到競爭 不敢說 到時你就施法覆核 大律師 然後將它納入政府政策 就可以了 好像地產商一樣可以 電訊商也可以 其實超市買賣的東西 都是民心所係的 又是政府的政策 找律師搞定就可以了 然後那個律師 可以一方面在庭上 幫地產商打官司 出來又可以爭取社會公義 兩邊都可以取得益 到時就是 正經發現律師 我沒有說誰 不要對號入座 不要告我 益咀去章爭立法 有些的 我不知道是誰 做個顧問 可能填章 寫一張意見 都可能收不到多少錢 應該上庭打官司 是公平的 公平一點說一句 上庭代表的客戶 就應該全心全意為他 就不應該想社會公義 那些無聊問題 收人錢財 通過他全力去打這場官司 其實都彰顯到社會公義 所以大家想想 競爭法真的幫你害你 我們待會回來再和大家繼續小政府 今天小政府有我何明傑和高明輝 剛才由港交所說到競爭法 不得不講 競爭法的倡議 本身就是經常說 要打倒地產霸權 但好像最近地產霸權 都好像很頭痕 很頭痕 今個星期賣地 地產霸權 竟然 明明大家公認的感覺就是 地產霸權能夠創造一切 以及無限官商勾結 今個星期 竟然賣地 九套生意 抵價 抵價賣 只有一個人舉手 就成了 其他地產商去了哪裏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塊地如果五千多元 就成交的話 每一尺 是有指標作用 其他地方真的是劈價 劈價就是豪宅劈到下去 中中賺家庭的樓都倒下去 今天聽到城市花園 平時市價八千多元 劈到七千多元 很大幅度 成千元 它的麵粉價都是五千多 到時我當你八千多 我都已經買到九套生 還不想住你這個 城市花園不敢 城市花園或者住高級一點 都挺好景 不過城市花園 都望為講的 竟然這樣劈下來七千多 就是你一個賣地 沙田樓才麻煩 那一天馬上劈 第一成 一舉拍賣成 真的很嚴重 這次賣地有一個很突顯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叫做限尺樓的賣地條款 其實是顯露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以前 它是限尺還是限量 好像限量要起若干單位 但你的地積比就是限尺 那也是 即是你要限提供多少 即是它是供應多了 對 總之你一個單位可能 那裡九套生的地位 就限了你差不多七百多尺就是一個單位 當然可能你有頂樓那些 你可以整大些 但你又要下面要整小些 那你會不會小到九套生住兩三百尺 你真的豪不起 其實說真的如果你兩三百尺 沒有可能是豪宅 這個就很有問題 康房豪宅嗎 不要玩 那限尺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把土地本身的價值 政府就用了一個限尺 所謂叫做 怎樣說 懶是福慧不開 懶是幫人 但其實是把那些公共資源 就是貶值扭曲 明明九奧山有塊地 是應該起一千尺的單位 一千二尺 被人換樓的單位 但政府說不是 我們要小單位 那些人容易買些 所以限你全部七千八尺 好了 到你下了一個地契 寫得這麼小的時候 以後可能我連買兩個單位 博通都不給 以後是犯法的 不出劇 對 以前沒有這個限尺的規定之前 你很多地契 都是容許你買兩個單位 你仍然叫做 你是兩個業權 但你可以博通它 不是違法的 但以後博通就違法 這些就是政府做出來 為何要這樣擾民呢 好似我們在將軍澳 即我住將軍澳 有塊地又正在賣 其實又會在這些限尺的單位 但這些限尺單位 在將軍澳 其實我所認知很多的 將軍澳住開的人 其實不是想要這麼小的單位 即可能他現在住在一個 兩房單位 兩夫妻 可能是生小朋友 他想著 可能就要買一個三房單位 即是有工人房單位 要請工人 其實期望在一些大一點的地方 甚至有些 很多人是將單位打通 兩個單位做大 但現在政府反而下了 將軍澳要再建一些小的單位 你現在市場是豪宅的 一些大單位不斷升 升得很誇張 為何會升得誇張 因為需求有 因為供應不夠 怎樣令到價格合理 當然是你供應多一些 現在限尺的後果是什麼 你大的單位供應不夠 那些人就會繼續 那些 即是繼續買豪宅 那些大一點的單位 價越來越高 那些人越來越買不到 那小價的樓 你又供應多了 那很自然 你如果不是很多錢 或者想換樓的人 換來換去 你都只可以換小樓 限尺這個idea 整個含意就是 你們窮人 住一世小樓 大的樓 有錢人住回 大陸人住 限尺盤的含意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 為何他不建多一些 大一點的單位 沒有項目的 還有 他因為限尺的 他可以平均尺價很高 一樣是貴的 一樣買不起 你可能僅僅換樓 買得起限尺盤 然後都是貴的 都是住七八尺 都是差不多 即是有錢人才買 貴大一點的樓 窮人學什麼人住豪宅 學什麼人住休市 這些就是政客很奇怪 說要幫80後買樓 住屋 但是搞出來的後果就是 80後不會買九套山 不要玩 80後的醫生 醫生也買不起 但是 如榮輝所說 其實你如果買了一個限尺樓 那個都根本不是九套山原本的九套山的豪宅 根本就是等於九套山建公屋 政府真是夠膽死的 赤柱都敢建公屋 但是下樓吃的貴 那沒辦法 你專櫃的公屋當然要有一個專櫃的飲食環境 所以這些很諷刺的現象就是 你整個樓價高 是有很多因素在那裡 低息環境 是不是 那些人拿了買樓作為一個投資的工具 是不是低息低 香港物業儲存價值的能力很高 說完又貶值 很多的因素 法制又鮮明 不會像在大陸買樓 買完打你一身的樓便給了人 或者你不交管費 又收了你的樓 或者有些什麼保安 什麼武警巡視 你的樓之後巡盤沒有了 親戚住你的樓也會沒有了 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要說那些黑錢 你看不到光的錢 都拿下來一層層賣 因為好 其實香港的樓 制度完善 各方面都好 所以很多因素是好東西來的 本來是這些因素 但是你無法避免 樓價會在短時間上升 好了這個星期股市倒下 全球經濟縮了 其實都趕了很久了 真的爆出來了 大家又看到樓價跌了 那又怎樣呢 那你政客又怎樣呢 那你政客又怎樣呢 就說有樓山地就賣了 是吧 那就用賤價賣了 或者叫便宜價 是吧 一個比較恐慌性的價錢 是 可能跌成千點 可能他們都幫 或者納稅人 納稅人就 以後可能要交多些稅 因為那些地賣不到值錢 賣不到錢 是吧 即是大家經常納入地產百合拳 但是所有香港人 其實在享受一個極低稅的環境 即是大家 我們不需要交銷售稅 如果你去歐美 甚至回大陸 你買一罐汽水都加了稅 而要加新通稅的是120萬人 資產增值稅 漏了 即是你股票賺了錢就抽你稅 虧錢不會有補貼的 多奇怪 稿費都要跟你計清楚 甚麼都計 但是 即是香港只有百多萬人交新通稅 為何可以支撐七百多萬人 還有很多都是緊緊 有五十萬人拿中援 即是你可想而知 整個香港的公共財政 其實是很依靠賣地的 即是土地的價值 任何令到土地本身值錢的政策 變成不值錢 都是整個 所有香港人要承擔的 即是我們是面對財政 特區成立十幾年 財政的時候 唐英年做財政 就說要加銷售稅 到時候你吃碗魚蛋粉 就不知道現在加 正在做 現在其實銷售稅 只是斬件 膠袋稅 膠袋稅已經是一個 幫他開先鋒 就快要有甚麼環保稅交津稅 正在準備 這些問題就是 大家 為何我不明白 不想清楚呢 即是一尾就叫政府要做事 按下樓市 就不想一下 即是你這樣佔了資產之後 誰去找錢 因為如果他很正常地賣地 政府收入多了 世界會美好了 仇富的人看到世界美好了 他會不開心 因為我看了今天的篇 李淳欣的篇文才發覺 即是有些人看甚麼都覺得不好 特別是看好的東西 他覺得不好 如果聽你這樣說 那麼美好的世界 那就更加突顯他的不美好 所以就要 他就要一起不要 一起不開心 有兩顆魚蛋 一起兩個人賣魚蛋 我那一串五顆 你那一串四顆 你不會叫老闆多給你一顆 你會叫老闆撕掉我的一顆 真的會這樣做 一起不要他會開心一點 一起都只有四顆 即是你可能會叫老闆多給你一顆 但仇富的人不會 我不會 你好了五顆 抱著死開心一點 但仇富心討論就是這樣來的 是的 即是好像不肯 即是 不從正面的角度去看整個 半杯水一杯水 你有多少杯水 半碗還是半空呢 即是當你樓價不斷升 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我們香港都有 其實 即是有三百多萬人是住在自治物業的 那這三百多萬人其實是受惠 這個樓價的資產 是的 但有些人看著你們賺錢會覺得 很壞的 你們不斷賺錢我又沒有份 但其實 你就去歐美看看現在的市況是怎樣 即是香港 你叫做樓在天后下去 你走樓吃飯 都仍然還有些人 雖然這個星期的少了很多 即是沒有人叫鮑魚 但其實 經濟就是要有一個滾動 那你就要有 有活力 有資產的人 其實是會將 即是會消費 整體所有人得益 我也是八十後 我知道八十後想什麼 八十後就覺得 你賺錢的時候 我為什麼不能賺一份 負資產那些不想的 即是你捱了十年負資產 然後你賺了一倍也不想的 最重要是短時間 你有得賺我也賺 賺完之後我就走 就去旅遊 就去旅行 是的 現在沒有得賺 就一定是政府無量 令到你沒有得賺 是的 不給我機會賺錢 要建居屋 建居屋 就算我賺不到錢 你也賺不到 抱著死 我想現在在禮賓府那些智囊 一定不會看我們的節目 一定不會 放了工 但是他們應該在俘虜這個施政報告 究竟是否真的還要下這個居屋 很容易 其實我覺得曾任權 諮詢九個月就可以了 一個很嚴重 等他事再想 他也會下台 關於什麼事 給我是他這樣說 我是奶皮 擺明奶皮 吹牙 你都說我看守政府 既然我是看守政府 就做看守政府給你看 所以說他鑑錯 他否認最壞 他應該承認他 其實他搞那些治安心 已經是奶皮的招 奶到自己卸淫 到時那些治安心 都可能會堆落樓市 都沒有關係 應該不會堆落樓市 可能到時沒有人買 沒有人買 或者樓市堆落到 私人樓更便宜 更便宜 不出奇 我為何要租金 這麼厲害 我不直接買 所以就是這個政府 究竟是政策 好心做壞事 還是真是幫到市民 大家再去 幫到他本身 多了項目 那些AO便多些事情做 就可以創造多些就業機會 請到AO 然後有AO培訓班 繼續將填鴨色教 延伸進去 我們特區政府的總部 總之我都去報AO 雖然不一定考到 但是如果加入了他們 就可以成為霸權的一份子 是啊 那你要去報這個補習班 不行了 多謝 今天多謝高明輝 再有機會跟你繼續做節目 大家繼續下星期再見 小政府